我們總希望北一大在這個山頭 好像可以跟在地的周邊 有更不一樣的關係 你看這個學校就是很特別 就是沒有圍牆 誰要進來就走進來了 不小心就走進學校 多好 這感覺多好 那我覺得這種真實的關係 應該是要更細膩 而不是透過一年一次的一個活動 醞釀了一小段時間兩三個月 然後就在一天裡面把它辦完 或者在幾天的工作坊裡面結束 這個感覺有點可惜 那麼學校如果只是停留在學校內部 去推進這個事情 那個細膩度 我們很擔心它永遠出不去 那如果有機會是跟在地的夥伴 社群 居民 老人 小孩 每一個住在這個地方的人 開始有一種不同的連結 那個你能想像你無法想像的事情 它會一直不斷冒出來 那我認為這個說不定才是更美好的事情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地方社群的推動 特別作為一個教育部也在鼓勵的 所謂的USR 那麼基金會更是一個社團法人 那當然他在做這些事情就名正言順 本來就是他的一個所謂的社會責任 社會擔當 簡單講就是不忘初心 不忘學校的初心搬到這裡來 那我們怎麼樣既然在這裡可以跟周邊的居民 周邊的社區 有一個更綿密的關係 然後是充滿藝術的 有很高的這種所謂的人文溫度 我想這個應該是最大的考慮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從一個人跟一個人 或者一個人跟一個團體 他們是怎麼樣在很細膩的很綿密的 開始在建立起一個非常真實的關係 那這個事情受用一輩子 這種關係我覺得是 真的講可以是永續的 如果整體台灣社會都已經從社區營造 慢慢跨到一種叫做文創產業 或者甚至是一個更廣泛的 更立體的一種叫做地方創生 跟很多區域性 甚至是偏鄉的區域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財團法人的單位 是可以扮演一個強而有力的角色 那我認為那個單位應該就是 官渡藝術文化基金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北一帶有綿密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 地方創生跟社區營造 難講就是社區營造不見得會有能力去提出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不見會有產值的要件的提供 可是地方創生它一定要有產值 它要帶動地方陪伴地方 甚至創造讓地方有產值的可能 這個是他們基本的差異 那我認為北一帶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特性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藝術大學 幾乎什麼藝術學門都有 所以如果要在地方創生這一個事業裡面 開始運用藝術文化的創造力去生成一種新的 叫做文化經濟 那麼北一帶的確可以扮演角色 那麼基金會當然可以有角色 那麼簡單講 關渡北投這個區域就是一個我們在實驗的一個基地 說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有一條偉大的河 那我們這一條叫做淡水河 於是我們就把環境議題納進來 當時候納進來我們就想我們要怎麼接近河流 我們要接近河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水上面 那你要在水上面你不能說我就水上漂浮 這個有點難 所以我們就去兜了周邊的社群跟學校 剛好當時候的關渡國小那個吳校長 他也是個瘋狂人士 他喜歡划獨木舟 所以當時候他聽說夏天只要天氣好的時候 他都是划船來上班的 划到關渡附近然後上岸再把那個船做一個處理之後才走路來學校上班 所以後來他在他們學校就有開辦一個叫做造船的課程 就是造獨木舟 那個是專家在帶的所以是合格的 所以他們每一學年都會造幾條舟然後開辦一個下水的儀式 所以我想那個會有一個非常友善的 就是說跟環境跟很多可以被開始討論的 引發作為一種教育議題或者內容的方案 很實際的讓在這個區域的小朋友就知道 我就住水邊啊 我當然要跟水有關係啊 那如果說你想像嘛 一個小朋友如果他念小學 他就知道造船是怎麼一回事喔 天啊我跟你講 他的人生是不一樣的 肯定不一樣 那當然我們可能還在想 怎麼樣還可以更全面 比如說今年年初基金會成立了 那我們在想的就不會是 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我們會覺得說 大議題我們也關注 可是我們要開始關心社區裡面的 每一個人 我剛剛講的怎麼樣開始 很細膩的開始有一種關係建立的可能 或者你住同一個區 你說知行路上很多路人 你看到的不會打招呼的 為什麼 我不認識你 你也不認識我 我跟你打招呼我一定會 會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可是說不定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發現 儘管不認識你還是可以帶個笑容 甚至揮個手問個好 欸說不定這個會變常態 那說不定若干時間之後 這個風聲傳出去了 很多外面進來的人 到關渡這個地區來 他就知道說我到這裡來之後呢 不管 反正我在路上看到人 我就得打招呼嘛 就這樣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不是壞事情嘛 至少就每天都可以帶給別人 一點點愉快 那我覺得這種作用都是 都是很棒 那這幾年特別這個改變的區間 是非常清楚的 可能今年很特別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想整體的規模 縮很多 也有一些改變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 這倒不是真的問題 因為你能掌握多少客觀的資源 然後怎麼去推動這個 推動這個事情 讓這個計畫可以 產生我們講的那個作用力 影響力 或者居民對你的評價 那這個真的會很不同 至少我是這樣在想這個事情